大家好,我是永华,有大佬游戏分享时间 今天就这个游戏哦 它的登录画面的话 算太快了吧 我也没有办法拍到它的登录画面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个主页画面开始游戏 当然它这个游戏的话是属于一款战略型游戏 是属于战争的战略型游戏 当然这里的话 它唯一这个游戏哦 它有一个东西让我非常讨厌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开箱 它在开箱方面的话 真的会让你等到有点冒火 你看你看 你看它时间就够了吧 你看 8个小时 够久的吧 然后当然 你要快的话 你就可以用宝石哦 但是宝石的话 你也知道 你我都知道吧 是要购买的 肯定是要花费 所以这里的话 通常哦 都不大鼓励哦 不大鼓励就是 玩家去花费吧 就为了开箱哦 除非说一句吧 你真的非常的有钱 那就另当个别论吧 当然 这款游戏我会介绍给大家原因 就是因为哦 就是因为哦 真的我个人感觉它 是不错的游戏啦 只是哦 只是重点是哦 你不只是在那个 策略上哦 策略上的话 你必须要 就是说 要 要稍微有一点点的逻辑性吧 策略哦 策略哦 真的这个是战争游戏哦 你必须就是要懂得什么的什么的 所谓的相克什么之类的哦 来应战 当然 你还要有少许的那个 应该怎么说啊 少许的奸诈吧 不然你 你对上那些玩家过后 我只能说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很老实的人的话 你就准备等输吧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战斗 我们看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是怎么样的一个战斗方式 OK好 我们进入游戏吧 它说简单的话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哦 当你说它很复杂的话 它也并没有说 是真正复杂的 那类型的游戏哦 你看 它下面显示的就是那个 你能够召唤的那个能量哦 三 它就会扣去三哦 这个直接 直接轰炸它就好了 方便省时又快捷 来直接去吧 那我直接就这样轰它 其实我还算是有点尖的 哦 这么多啊 没怕过 坦克去吧 然后再来一个手榴弹手哦 这个手榴弹手够快哦 呦 它也好快的说 我只能说 你看 这下这下这下可好了 你看 我已经没有能量了 所以你能量方面 你必须也要控制很好 就是 不要乱哦 别乱用哦 这是很重要 来 冲事去把它给干掉吧 哇 那边又来两个哦 时间了 还有一样东西 这游戏也是要时间了 空中资源 直接轰它 就轰它的防御设施哦 我又来了又来了 其实我最讨厌就这个 来 去吧 让我的渣男手再来 在后面资源哦 因为 你看 你看 杀过快了吧 这 这拿刀的 这家伙 去吧 轰 应该没问题哦 OK 然后再来 终事 希望它来得及杀哦 这个 因为它是属于自杀型的哦 它是属于自杀型的哦 该那个小小的坦克 等一下 别弄错 用这个 然后再来 其实玩这个游戏哦 它就让我头痛的是哦 时间方面吧 时间 它时间哦 有时真的好不够用哦 等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说了 哇 去吧 一轮轰死完 OK 再来一个炸烂走 然后再来一个坦克 sorry啊 这下是看你怎么防啊 OK 应该没问题了 它也来一个坦克哦 其实 我没怕过 控宗资源 就是这样了 然后再来一个 终事 应该可以扛得住了 没问题 对 就是这样 走吧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攻击它的另外一个堡垒哦 3 2 1 其实是打合哦 现在 现在算起来还是打合哦 因为哦 我没有哦 我略胜利抽哦 因为我把它多一个防御设施给打掉了 所以就算我是 获胜哦 但你胜利啊 你可以拿到箱子哦 也是我所说的 箱子是一样的 你拿到了过后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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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评哦 这个游戏 我先不给你 因为你的箱子要太长时间了 我真的受不了哦 你看 而且你只能一个一个开哦 你听好是一个一个开哦 所以在这里方面的话会让我觉得就有一点 oh my god 要等太久了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就 我们就来多一次战争吧 一次那个战斗 然后就给我的视频做结束了 只是我只是大略大略让你们知道这个游戏的那个最普通的玩法而已哦 然后还有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 其实还得靠你自己去摸索吧 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哦 说真的哦 你看他的那些 应该说角色方面啊 他还蛮 蛮多元化哦 蛮多种的哦 所以我只能说 你不需要靠你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经验啊 就是多玩哦 多玩的那些经验哦 来 来就是 来更懂这个游戏哦 哇 这家伙也太贱了 我只能说 你看 一开始哦 他直接哦 二话不说 先轰你一个哦 所以这家伙 你看着吧 你看着吧 而且他东西也不差哦 你看都市级耶 OK 这下我看你 我看你还有多少能量 我看你还有多少能耐哦 来 中士去 哇 这 有点危险哦 根本不够来哦 去吧 其实他中士 我个人感觉他中士是有点白痴 走到那么进台设 你是干嘛啊 去吧 而且他现在还蛮聪明的 他在等能量哦 看嘛 他在等能量哦 没有关系哦 而且他现在哦 只能说他已经满战优势了 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哦 已经摧毁掉 已经摧毁掉 你看 他又来了 这家伙 他的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方式 你看 是超另类的哦 但也是超臭的哦 只能说 去吧 还笑 OK 没问题 我让你笑先哦 等一下希望你笑不出来 你看哦 这也太屌了吧 快去快去 轰 就是这样了 那我再来给你一个空中支援 怎么样 不错吧 再来 一个轰炸 哦 他也太贱的说了 去吧 不行了 我输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宝蕾要给他们 要给他们攻陷哦 你只要宝蕾给他们攻破 你就输咯 没得完咯 而且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一个地方 他就是 他就是会派那个闪兵 就直接降落在你旁边哦 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能怎么样 完了完了 没有还有600多 应该还够还够顶一阵子吧 OK去 可是我最少 最少也要拆毁他一样东西啊 不然也是蛮难打的哦 去吧 这应该没问题哦 应该可以轰完他整堆哦 我不行了 还轰不完哦 他摸多车都来哦 去吧 炸弹手 再来一个坦克 其实我不知道他那个笑 他那个笑声到底是 是属于玩家自己笑 还是他们的那个什么 我不清楚诶 你们刚才有是不是看了一个笑声 这是我每次玩都有的 看吗 他有这个笑声的哦 所以我觉得蛮 他这点的话呢 是会让你啊 又爱又气哦 但是这款游戏真的是很不错啊 你们可以去 就推荐了 大力推荐哦 可以去玩玩一下哦 只是 就是我像我所说的吧 你在战术方面啊 必须要多一点的玩哦 你才有那个累积多一点的经验哦 你才有办法 与这些玩家对抗哦 不然说真的吧 如果你遇到像那些 该我遇到的那个角色这样 真的 没得来咯 因为他说 选用的那个方式进攻哦 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哦 其实这种游戏也是蛮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 你你和对方都不知道 大家会用什么样的那个 什么样的部队 就是出战哦 所以你只能说 靠你的经验吧 自己去克服一切切哦 自己去破解这一切哦 所以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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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